國民黨立委參選人也是基東市議員林沛祥和阿嬤阿姨 以及小小朋友們七手八腳一起包粽子好不樂鬧 端午節快到了 中正國小副社幼兒園特地利用向基東市政府教育處申請的老幼共學經費 在中正區中傳里民活動中心舉辦端午節老幼共學課程 讓小朋友和銀髮長輩們一起帶動唱一起開心活動筋骨 無論公立私立都可以來申請 那他都可以規劃一個學年的活動 他們要跟社區的長者做怎麼樣的互動 在這個歷程裡頭不管可以先規劃課程 也讓社區的長者可以規劃他們年度的一些活動 幾年下來我們從110年開始推動到現在 今年已經有13個幼兒園接近有70場的活動在進行 那活動下來反應都非常的好 小朋友每次跟老人家互動都很開心 那老人家看到我們小朋友來更開心 每次回去都很期待問說我們小朋友什麼時候又會再來 希望這樣子的一個真相的互動能夠促進小朋友更加的 有一顆了解社區關懷社區的心 那也讓長者們在這個互動中重溫一下自己帶孫帶小朋友的那樣子的主生之趣 重鎮富幼也請專人來講端午節的由來以及教學包粽子 而一向支持老幼共托以及老幼共學的林沛祥也專程到現場關心 並且和老小朋友一起包粽子 好不熱鬧喔 我們基隆市的人口裡面有11萬人在台北上班 而這11萬人口大多數都是從20歲到55歲 變成是說我們的幼兒跟我們的65歲老人家 大多數都留在其隆 那對我們這些通勤好朋友 對我們這些工作人口來講 這是我們心裡面最擔憂的一塊 因此佩翔在上一屆第19屆選舉的時候 就有推出一個政見叫做老幼共托 那今天看到教育處把老幼共托把它簡化 以降低成本然後更能夠發揮一些教育功能的情況之下 來去推動所謂的老幼共學 佩翔不只給予肯定 而且希望說在疫情後 我們大家需要多多出來參與彼此之間的活動 讓老人家跟小朋友一起共學共樂共好 小朋友也和這位阿伯又是同言同語聊天 又是一起包粽子相處得相當愉快 而對於阿嬤阿姨們來說 看到這位年輕人包粽子實在很趣 看他包的還不錯 再幫他包的粽子微整形一下綁好掛好 同樣聊得很開心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好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